说起令人窒息的明星尴尬采访画面 想必不少人都会想起江一燕和刘亦菲的那次对话 当时的两个人 一个茶里茶气的内涵 一个江白眼翻到了天上 明明是同过窗的好姐妹 江一燕为何惹得向来好脾气的刘亦菲如此不快呢 昔日的文艺女神江一燕又为何只剩下 妆和茶两个标签呢 这里是呱唧娱乐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热衷碰瓷的演员江一燕 2002年江一燕以文化课第一的成绩 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和同时期的刘亦菲成了同学 那时天生美貌气质出众的刘亦菲 早在大二就崭露头角 成为众人眼中的天仙 而江一燕远远地被落在了后面 好在有贵人相助 她也渐渐踏入娱乐圈 而清冷的长相 也帮助她走上了少有的文艺路线 2015年她和刘亦菲 共同合作了四大名补 那时两人为了宣传电影 还一起登上鲁豫的访谈节目 可在节目上当主持人问两人 你们对对方会好奇吗 江一燕立刻脱口而出 我们对她好奇多一些吧 因为她很少来学校嘛 听到这话 一旁的邓超都傻了眼 因为这难道不就是在暗示 刘亦菲经常不来上课 不遵守学校规则吗 不过江一燕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竟又接着解释了一番 因为你在拍戏嘛 不是说你旷客了 一句话看似调侃 实则却把这件事再次强调了一遍 听完这话 刘亦菲也难得失去表情观理 直接朝天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让所有观众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她的无语 就连在拍摄现场 江一燕也不忘给刘亦菲来一个惊吓大礼包 某一天浓妆艳末的江一燕带着一对记者 突袭演员落脚的酒店 撬开刘亦菲的房门时 刘亦菲头没洗 妆也没化 顶着全素颜就出镜了 而江一燕还非要拉着她出门 好在刘亦菲颜值出众 即便素颜 也不会在化了妆的江一燕身边落下风 除了光明正大的现场内涵 以及搞突击 四大名部这部电影 其实还藏着许多秘密 首先就是主演的戏份安排 要知道 那时的刘亦菲由于出演过 《仙剑奇侠传》 《神雕侠侣》等作品 早已家喻户晓 在圈内的地位 也绝对是当仁不让的女一号 相较之下 江一燕只是一个 初出忙碌的新人演员 可奇怪的是 江一燕在电影四大名部中的戏份 竟比女主角刘亦菲还要多 是什么让导演无视翻味 给女配角 安上如此多的戏份呢 其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事 却在当年被耿直的薛凯奇 明明白白地 弹开在了吃瓜群众眼前 2015年华顶奖颁奖晚会上 当于文乐和薛凯奇 给最佳女配角得主 江一燕颁奖时 薛凯奇先是问于文乐 一个最好的女配角 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于文乐不宜有她 简单地思考过后 给出了低调这个答案 精彩的是 薛凯奇竟接着说 那江一燕在四大名簿里 不就很好了吗 因为她在戏里 我们完全看不到她的脸 听到这番话 被震撼到的于文乐 也不敢接话 而是直接开始宣布 奖项得主 更有趣的是 在看到结果 确实是江一燕后 薛凯奇再次补刀 淡定地说了一句 原来真的不要脸就好了 这一连番制裁 让吃瓜网友倍感舒爽之余 也有人问 薛凯奇为什么这么对江一燕呢 两人又没有什么交集 可释出必有因 薛凯奇名思江一燕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江一燕 抢了四大名簿中的 姬瑶花一角 这个角色本来定的是薛凯奇 可最后不知怎的 竟落到了江一燕头上 如此一来 也就有了滑顶奖现场的精彩一幕 更令人震惊的是 江一燕一边踩女演员 另一边却与剧组男演员 爆出了绯闻 那时网上多次传出 邓超和她在酒店私会 虽然孙力及时赶到片场 扑灭了这把火苗 但孙力当时还是气的 直接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后来江一燕还参与 录制了一期跑男 她当时对着邓超疯狂撒娇 甚至是投怀送报 可邓超不断躲避 不想让她靠近 不过 即便是面对如此明显的拒绝 江一燕还是能问出 为什么她这么冷血 并且趁其不备 一下子装晕 倒在了邓超怀里 而邓超也只能无奈 且冤枉地恢复 怎么办 我是有家事的人 就这样 江一燕的文艺青春人设 逐渐变得稀碎 这也证明了 不是自己的 终归不是自己的 江一燕抢了四大名补 这个资源之后 非但没有为自己带来名利 反而被坐视了 绿茶 抢角色 心机女等标签 而这部电影最终 也只有5.3分 并没有成为 影响力巨大的作品 她可以说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风评变差后 江一燕也曾想过补救 她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 通过不断写书 旅游以及摄影 继续维持自己 才女人设 热衷于公益的她 也将支教作为目的 坚持为山区孩子 带来温暖 久而久之 她的口碑 也逐渐回暖 可装出来的东西 终究是一触击碎 2019年 江一燕发文称 自己获得了 美国建筑大赛的 三大奖项 但不久后 就有网友爆出 江一燕并不是 该奖项的获得者 而是这个作品的甲方 她只不过是在过程中 提出过一些意见而已 最后竟敢把 整个奖项占为己有 这一下子 引起了网友的群潮 这还不止 还有网友扒出 江一燕坚持 10年的支教 其实只是摆拍 而她偶尔交给山区孩子们的 是他们一辈子 都用不到的摄影课 试问 尚未温饱的山区孩子 该如何买得起 一台昂贵的相机呢 比起来 像韩红这样脚踏实地 成立公益基金会 每次都奔走前线的明星 才能真正得到 观众的尊重 最后 江一燕可以说是 一手毁了自己的心图 明明情商低 却非要给自己 戴上一层又一层的面具 同时还想陷害身边的人 或是利用他人上位 如此不真实的她 最终也只能迎来 负面的结局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关注点赞哦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